三個七十後講話,有火又有仇 逢星期一跟你炮打時局,論盡教育,鬧包文化藝術 大老東,阿東,B1,小你爸爸 回來第三次小你爸爸,繼續 所以如果說到這個,立即入場 如果說到還小朋友這個玩樂權 其實我還是想想,還是要由家長開始 因為是客人,首先要客人不要求店鋪做這些服務給你 當然,所以最終要負責的應該都是家長 但現在國際學校的家長是同意這件事 所以他們不斷推到國際學校 但不是國際學校,不是直資學校下面的學校 其實他們仍然被教育局排位那件事捏著頸 他不能選擇,就要這樣捏著學生 所以就回到你剛才說,也對 就是有錢了,就可以還回一個玩樂權的小朋友 但是那個真基層還是草根 他講基層那些人怎麼辦 如果我作為一個爸爸的心情 如果我是一個自卑的爸爸 或者我真的基層很辛苦 我都想給多些東西給我兒子玩 但是現在你不斷宣揚這些 的網友感情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爸爸,內心會很自卑 但是接著不斷努力工作 我剛才想帶出那個所謂對抗共流的東西 除了好像阿B整個分析 怎樣去幫社會可以做多些事情 其實都是在說,如果 我們其實為什麼要 根據那些什麼輸在起跑線上 為什麼要聽這些東西這麼恐懼呢 是不是純粹說經歷虧底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不理那些東西 因為我都說九年免費教育 其實沒所謂,就在那裡讀上去 讀到就讀,讀不到就算了 給他開心一點,行不行呢 所以你問我,你說怎樣去對抗這個恐懼 我未必用對抗那個字 或者是你怎樣去自處 或者處理這件事 我會覺得我作為爸爸 我會令到兒子明白 讀書並不是生活的全部 或者是生命的全部 不要覺得讀書寫字 是你人生的整個世界 不如我們說一些落地一點 你假假地住在一間福色 不如這樣說 你兒子不讀書就可以了 這樣也不行 但我們要照顧一下 所以我想說 大家的出發怎樣做 無論對兒子做所有事情 你都要以兒子的快樂為先 你明白嗎 你是想他Happy 成為一個Happy Kid 但是Happy Kid 如果他真的要這麼辛苦 你講的是一個理念 但實際的行動 我期望我們三個 會提出一些具體的事情 為何這樣說呢 人有惰性 剛才你講的 我兒子說讀書不是你的全部 如果你真的這樣說的話 其實很容易做得到 是啊 但是你老婆第一件事就敲你了 但是有讀書的責任 我還未講完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在說 不要只講讀書 你可以給他一個開心一點的童年 但是他都要知道 有些事情是要全力以赴的 有些事情是要負責任的 即是你怎樣可以做一個平衡呢 你叫他不讀書 那當然是開心 誰喜歡讀書 尤其是江國教育制度 你在這點切入就很危險了 危險在什麼呢 現在就是 上學 如果你想兒子讀得好一點 你就要去讀國際學校 或者去讀直資學校 要交學費 那交得學費 即是平時開派對 去旅行等 要付錢 然後三萬人遊學 然後又要去補習 然後又要學樂器 那他們全部都是錢 那要那麼多錢怎麼辦 公一份 婆一份 但是外面是有通脹的 人工是沒有通脹的 於是慢慢再過幾年之後 你發覺要公一份 婆一份都不行 那就再加長一些工作時間 希望可以賺多些錢 問題來了 問題是 當你擺在工作的時間和精力 越來越多的時候 很明顯放在家裡 或者一個兒子 就越來越少 即是說 即是說 就算你可以公書教學 或者搞到兒子 八般沒有做一生的時候 但是他最後 就不見了爸爸 或者不見了媽媽 已經少了 但是你這個大前提 真的要用很多錢去拿 但如果說真的 我本身 就算我多努力工作都好 我也想不到他去國際學校 我多努力工作都好 在這些物質上面 或者課程上面 可以捉捉到他的話 那我就情願 給他多一點時間 或者給他一個開心 沒錯 例如呢 陪多一點他 反正你都給不起那三皮東西去遊學 你游男生圍也可以 你要跟兒子在一起 你的時間 在一個小朋友裡面是最重要的 陪著他有一個理念 我們嘗試下落地 又有具體多一點 陪著他的時候 老婆走紅銀 又沒有錢去三萬人遊學 然後兒子又說 爸爸 每個人都有高達無形 我沒有 每樣都是錢 又是來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你將他老婆和兒子 都擺在一個對立面 因為他老婆就孤軍作戰 如果我們要考慮一個複雜的概念 最簡單就是 將一些東西 企圖 整體的黑白分門 如果你將他老婆 擺在一個孤軍作戰 又找 怎麼對抗紅樓 所以我這樣說 我想帶出來的東西 就是 如果你要對抗這個紅樓 第一件事 你要先搞定自己 中國人的概念 就是修身齊家自覺 平天下制有 自己開始的 無論你想兒子怎樣也好 不管你想兒子多少錢也好 其實第一件事 要先搞定自己的心態 例如什麼呢 例如你個人要樂觀 保持開朗 諸如處女 但是這個諸如處女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那個人是兒子的話 做爸爸的那個 其實兒子就是仰望著這個男人 怎樣去面對世界 如果你生的是女兒的話 這個女兒其實是仰望著這個男人 因為這是他生命中第一個男人 十個女兒 十個單親家庭的女兒 十個小時候 老爸對他不好的女兒 我真的沒見過一個好結果 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去吸毒 不是每個人都去做小姐 不是這樣 但是你見到他們 一去就吸毒做小姐 你見到他們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某些地方一定有缺陷的 就算你走出來很漂亮 好表演很好 好像個人很樂觀 原來他一個星期會發我夢 摘醒六晚 失眠的 會這樣的 男生更加不用說 爸爸是什麼人 兒子就是什麼人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對子女好 我會強烈提議 無論你做的工作是什麼 你不是一定要像大老東 從事教育或者文化這些 好像很虛的工作 又不是一定要像台長一樣 要做廣告 又要住大屋 不是一定要這樣 即是你覺得自己 即是要講客觀條件 即是你覺得自己 我又不是賺很多錢 我又住在某個地方 分分鐘還要是公屋還是劏房 其實不重要 因為你想像一下 如果社會繼續走下去 將來你兩腳一身 你兒子可能都是住劏房 只不過是第二間劏房 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示範一件事 就是兒子 無論將來的環境如何差都好 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生活 去做人 譬如說樂觀一點 堅強一點 不要緊的 再爛的地方 我們總有一片 總有一片 總有一片空位 我可以坐著看著月光 一定有這個地方 即是要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先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說的那個洪流 其實就可以逐點逐點 逐點用這一招去撕爛它 即是我們作為爸爸 應該要怎樣去用身教 或者做一個佳模 其實剛才你說的東西 為什麼會引發到這樣 是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應該用言教 我們說你開心點 不要讀書了 即是不用說的 我不是這樣 其實新教 剛才有誰的新教 即是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困難 即是兒子讀書 讀得很辛苦 我們只要說 辛苦了 那不要讀 或者辛苦了 開心點 不只是說 如果他辛苦 你要做一個示範給他看 當爸爸面對相同的難關的時候 爸爸是怎樣面對的呢 你面對的方法當然要積極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逃避的一個態度 這樣的話 其實兒子就無形中可以學了你 這樣就會有一個好一點的人生 即是又不說話 又不說話 只是不停地重複做同一個動作 就是不知幾點 坐在哪裏 一定是喝了一杯酒 或者是喝了一杯茶 即是不停地重複這件事 接著兒子又叫了 女兒又發瘋 就說爸爸你什麼 爸爸仍然都是做這件事 然後戲很悶的 去到最後 兒子就發現 一樣爸爸 曾經為他們預備了很冷爆的東西 但樹肉症而風不適 爸爸已經不在了 即是經常都是重複這件事 但這件事 這件事就很好受的 為何無端要想起這件事 就是 不是說研究不好 有些東西是用語言教的 但是最強的一拳 不是說出來的 我們經常都說做戲 你做戲只是頸以上式 做戲有用嗎 你只會說對白有用嗎 戲是做出來的 戲不是說出來的 難就難在這裏 所以其實 如果你當爸爸是一個角色扮演的話 其實是同一件事 其實你只要好好的活自己的生活 好好的過自己 好好的做自己 好好的做自己 你兒子你女兒自然就會看到你 不過你講這件事 大家都同意 但衍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人 他不願意這樣做個家務 但是又要生兒子 他就把責任推給學校 沒錯 這件事很糟糕 這件事很臭 看你前面在玩 沒錯 到最後大了就變成這些 我曾經在Facebook有一個status 就說 這個世界很有趣的 雖然我是一個爸爸 我有些子女 但是我可以殺人放放金要大 不過如果你是我的子女的老師 你就不能這樣 奇怪也可以 我可以 為何你是他爸爸 你是個街毛 為何你就可以 我們這些人就是這樣 我父親剛剛去學校投訴之前 逛街上 就碰到一個小孩 你死了嗎 你瘋了嗎 你瘋了嗎 然後就投訴老師 老師 你為何這樣罰我兒子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我不介意 如果你喜歡殺人放放金要大 或者你喜歡做 你自己就做 你就生了 就是這樣 這樣簡單 他覺得生過癮 其實已經好很多了 我們是否有一個小孩 就生了出來 而生出來也沒有任何 最慘的是不生的人 通常是會想事的人 不想事的人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人 就生 所以就在社會上越來越生產 我真的 我是比較早結婚的 其實生了兒子的時候 都叫做早 我32歲 我就是出生 但是我26歲結婚 其實我一直都打算不生 其實是真的 會想的就會想 生了出來 你要做街毛 其實有很多責任要扶 一生就勤勉 真的要想的 但是那些不想的 他就喜歡責任推給學校 真的很老套 其實這個是一個想法 但是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都接受 或者我應該是會同意 我想不會有人不同意的 就是你爸爸 無論是好是壞 無論你做什麼 你都是兒子或者女兒的榜樣 這個榜樣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想最慘的是 你說不肯負責任 那些是一種人 還有一種人 他不接受自己的角色 他明知道自己是那個榜樣 但是又經常覺得 或者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他就去怨恨自己 但是他不去改善 那些才是麻煩 其實你反過來想 兒子 爸爸是什麼人 就是什麼人 想當年周恩發那套阿郎的故事 爸爸也是這樣 對著張艾嘉 他也是跟兒子 爸爸不懂事 爸爸是不懂的 但是他不需要說 兒子已經在爸爸身上 經歷到那種自由 那種快樂 他仍然都會為了爸爸的死而哭 其實爸爸是做一個榜樣給他 但是那套戲為什麼這麼值得說呢 因為雖然阿郎他不讀書 雖然他釣而狼當 他對女人不負責任 他一輩子只去無飄用去玩賽車 但是他為了賽車這件事 他可以獻出他的生命 我不是說他死是很厲害 但是他不是為了死而賽車 他是為了要贏而賽車 而兒子是看著眼淚的 而這套你講開阿郎的故事 也都令我覺得 其實兩父子很多相處 就是平日生活上的小相處 對 我很記得一開場就 哇 大家你安心不臭的 你安心不臭的 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是很珍貴的時間 其實是兩父子相處的時間 無論他做什麼都很好 其實是一種感情的建立 而這些感情的建立 不需要讓你可以去interview 很成功 但是其實作為一個 兩父子或作為一個阿寶 都是很成功的 我經常都說 兒子的東西是無法假手 你不要想著他 所有東西都交給工人做 這個教育就交給學校 這是一個錯愣的想法 學校就是把一個知識 或一個比例 如果遇到好的先生 當然可以有一些 是一部分的教育 另一部分一定是 你自己親身親自 是跟你的小朋友相處 所以無論是窮也好 有錢又好一點 哪個階層 我可以分開一下 因為剛才你說 我們覺得有一些 他不願意去負責任 所以他生出來之後 我仍然做回自己 有些事情我雖然知道自己不對 但我不願意去負責 我將責任給學校 但是 他不願意去負責的東西 是 我仍然都是做回自己 但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我又知道這樣對兒子有影響 我可以把我的責任給學校 但是 最麻煩的一件事 就是他不接受自己是這樣的 我想說的是 就算你有事情做得不好 有什麼問題 你的兒子突然長大了 他自然最明白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完美的 甚至他慢慢都會發現自己不完美 其實我只是想說這個點 如果既然你都不是完美 但是你願意盡你的能力 去做一個好的佳謀 但是 有些事情 如果是你自己性格上的弱點 其實我絕對鼓勵 甚至乎 其實我都在做的 向兒子confess 對 因為其實說到最後 最後就是四個字 忠於自己 如果你能夠忠於自己 到連自己錯的東西 都可以面對的話 告訴兒子 爸爸是低能的 戒不了煙 你就告訴他 這是經驗 其實是經歷 甚至乎是 告訴兒子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爸爸 在某一種性格上的東西 爸爸跟你有些行為 我認錯 如果你再看到爸爸 你就告訴爸爸 你直接鼓勵他 去幫我 去證明我自己 其實跟溝女一樣 總之 老婆 我們結婚之後 有些什麼 我們兩個人一條命 以後就是我們去面對 對兒子一樣 兒子 你今天有些什麼不行 你告訴爸爸 爸爸跟你一起面對 但爸爸也有事情會不行 到時你會不會 跟爸爸一起面對 就是這樣 有些人很錯 還在古老的觀念 就是 你經常說街毛 其實作為父親 就一定要有一個父親的威嚴 要有一個這樣的形象 我是你爸爸 我說話你要聽 那一種的古老的觀念 其實現在不要說什麼 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 覺得 我是爸爸 應該要有威嚴 我兒子也管不到我 很難舊 那些可能是家裡會影響的 可能他也是這樣大 他以前遇過有個爺爺 還是老爸是這樣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收藏了一些東西 我有一件事要分享 我弟弟 昨天就住在家裡吃飯 我兒子無緣無故不知道為什麼 我媽媽就坐在圓椅上 爸爸無法解釋 已經要打 打J 他說無法解釋 打J 打J 我以為他打架也要打 其實是這樣的 在家裡吃飯 整班人都餵了火鍋 這樣才算 我兒子無緣無故不知道為什麼 他媽媽在坐著 有一張圓椅 就是圓椅 無緣無故 我兒子拿了一張圓椅 整個媽媽就掉到底 那做什麼呢 那做什麼呢 那一定有原因 五歲的小朋友做這件事 當然有原因 然後媽媽就發瘋 不斷罵 就是 搞錯了 Hanson 接著最好笑的是什麼 其實是我和我弟弟的爭論 我弟弟就想起圍 即是小弟弟 我弟弟就想起圍 罵他 但是我在這裡 我就即時 過去 喂 還有什麼事 跟他講話 跟他聊天 問他什麼環境 喂 為什麼你這樣做 然後他當然會哭 因為很大聲 他說其實他想把那張圓椅攔著廚房 總之這個油 換下油 他就不知道 不應該這樣 那我就 當然是 解釋給他聽 然後我弟弟就發瘋 他說 不是啊 即是他覺得他有心整骨 不是 對 或者是這樣 他覺得他有心整骨 第二件事 他就說 不行的 因為他一定要罵 他要罵 你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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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就罵了 他就知道 他聽不到 我走到別處 跟兒子聊 他就自己繼續發表 跟我的妹妹 我妹 我媽 即是沒有真的罵 因為你拉開了Anson 因為我拉開了Anson 我跟他先溝通 他想來 他想衝過來 罵我兒子 然後說 等我處理 我可以 等我處理 然後他就不停發表偉論 就說 你罵 你罵 很明顯 他發表一篇演講 不是針對你怎麼教兒子 他是在家裡 拿著一些 那你不要拿著這些 那不是 我肯定是 你說我弟弟 當然不是 肯定是 因為他只不過是告訴別人 他只不過是告訴別人 他只不過是告訴別人 應該是這樣做 言下之意 就是有些事情應該這樣做 但你不是這樣做 我不是要貼背你 不是 這些簡直是中國式人治 那我有沒有說錯 錯了 懂錯了 如果他那番說話 是需要讓你知道的 他為什麼會在你不在場的時候 你不明白我們兄弟姊妹的性格 他們是這樣 有一兩個人不知為何會突然燥底起來 然後就 我正想說 其實 難道我又說 其實他的教女兒很搞笑 他也有個女兒 他就是無緣無故罵女兒 搞到女兒一直是假草屋斃 不知為何要哭 但他沒有意義 他罵她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很糟糕 你明白嗎 他沒有讀港大 他讀倫敦 如果你說他無緣無故罵女兒 那件事本身是假草屋 有一點點問題 可能是阿B剛才說的 因為他本身教女兒有一種方式 而Richards那種方式是假草的 但是他不會覺得假草 而他會告訴你 其實兒子要罵的 你應該要採納我一向暗糕那種方式 他不是打算 他不是打算 我去什麼 他只是發表 他自己對這件事 他覺得這樣做是他自己覺得對的 他不是打算 他不是去到 任何人去到 他既然都 他堅立就說 是的 既然Anson都被你拉走了 他仍然在那裏爆發的時候 其實他是想告訴全家人 在我的觀衆裏面 教下一代應該是這樣 如果是假草的 而他回到阿B的推論 不是 他不是想表達一些事情 停 他已經聽不到 其實我覺得 不是代表他對 他只不過是發表 也都勇於發表 他那種浪糕教制法 不是說 其實這件事你處理得好一點 他說在建立一些事情 他說我弟弟在發表這一番言 是在建立一些事情 他不是在建立一些事情 他是在發表自己的教制方法 但是不代表他發表完之後 他就可以建立一些事情 他的intention 羅馬不是建成的 越是要用這些方法 客觀效果 客觀效果就是在建立 你客觀的效果 但intention不是 越是要用這些 這麼堅持的方法 去建立一些事情的人 很明顯是處於一個弱勢 於是他就在 無形無蹤 在不知不覺之間 他就不斷一有這些機會 他就會惹得出來 其實呢 我也這麼說 如果你打從心底裡 有一點點同意的話 我覺得有些時候 你真的要爆他 即是我要爆你弟弟 告訴他 其實你的教法是鋼交互 他有他的教法 問題是 他有他的教法 我也無謂去影響他 我可以平心靜氣跟他研究一下 你不需要影響他 但你不要讓他再繼續這樣爆 因為是會影響到你的兒子 有他 他影響不到我兒子 爸爸沒有保護我兒子 他沒有罵我兒子 你兒子會聽到 他心裡聲音也有保護 拉開去救救救 這次剛好被他拉開了 下次爸爸拉不及 給叔叔爆兩句也不好 如果他真的爆兩句 我當然會爆他 當然會說你不應該這樣 現在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有發生我當然會發生 要等兒子受傷害之前 才出來保護 原來他開始說不出話 你又說他聽不到 我一直都在追蹤他 我一直都在追蹤他 不敢說 待會我還要再說半個小時 今天少你爸爸的時間差不多 在最後這個階段 我想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反正都找到了 希望各位家長們也好 給多一點時間 讓兒子可以玩小朋友玩的權利 只是對抗紅樓這件事 可以有時間談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當父母不能忠於自己 你就不用指望你的子女可以忠於自己 沒錯 忠於自己也是一個項目 下個星期是小李爸爸 繼續跟大家聊天 拜拜 再見 我當父母很想你 你又不想你 我可以想你 我擔心你 我會不會回來 謝謝你 美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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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以为输2比3的利记会全失3分 他就将有伤在身的秘密武器使波力字换出来追和3比3 搞得我下次看波都不敢一个人看 陪我看的人最好都还要懂得人工呼吸 各位baby有没有兴趣呢 当你以为这场波已经够劲还有一场更劲 就是卡迪夫城主场对曼狗 赛前当然是看高曼狗一筹 踢落板压力都是曼狗高一点 下半场一直领先2比1 不过奇妙的事情就在保试的时候发生 后被入替的Kim Chi-san力压曼狗领入追和2比2 那都未算奇妙 加一曼狗拿来 在被追和之后竟然使出失传已久的单刀樊传 错失了赢球的大好机会 还奇妙过奇妙电视 而近排第一的枪手 在主场对着修咸顿这场波就非常之好运 捧着对手后防两个失误 轻轻松松感以2比0赢球 修咸顿和热刺是在联赛暂时最好防守的两队 偏偏今个星期两队后防同时发波温 这两下的后防真的要拿出去打屁股 热刺作客对曼城已经难踢了 还要一开球就把球送给对方 13秒就落后1比0 之后就好像肚子一发不可收拾 卖单输了6比0 你要知道他们之前踢了11场都是失了6球 现在真是被人一脚清晒袋了 至于作客盲毛车仔 今个星期终于以3比0赢了西咸 得到他们作客的第二场胜仗 不经不觉他们又爬上了第三 与利记同分只不过是输得失球而已 赢完针标就要讲呼吸了 水晶宫今个星期真是厉害的 打小过之后还赢到老虎仔1比0 拿到珍贵的3分 现在他们有7分 和输给市督成2比0的新特兰同分 但还跟狐独级有一段距离 可喜的是富林和金斯爵 同时输给市云斯 和喜爵1比2 令到榜尾形势更加混乱 所以大家想知道英超最新形势 就记住要黏我们瞬间让半球 临走前就要讲一讲上个星期 赛车雷狼选举已经有了结果 大家可以一会上低族频道 Facebook Group 看看结果和得赞名单 有没有你份 如果有的话就要乖乖地 等我们的专人通知你上来领奖 好了 今个星期又是这么多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